预防登革日疫情 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蚊虫资生环境 蚊虫的幼虫通常存活在水中 家中的沉水容器 每周至少清洗一次 盆栽也要定期清理 避免下雨积水 成为蚊虫的家 其实清除蚊虫资生源 从日常生活开始 记住四个诀窍 寻 盗 清 刷 好像这个桶我们就要倒掉 倒到地上的地方 我们就要给它盖住 给它转过来 盖住这样 其实预防登革日最主要是 防止并没稳的滋生 那容器容易产生积水 让它们有滋生的环境 我们希望我们李明 我们长辈 乡亲们 都很喜欢栋花花草草 可是在栋花花草草 有时候我们的花盆 如果说没有可以漏水的这种花盆 它很容易堆积雨水 甚至在一些太原 太原也都蹲了很多的雨水 然后雨水是干净的 所以很容易滋生这个并没稳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不要这样子去堆积这个水 来让蚊子有一个栖息的地方 以及繁殖的地方 寻 经常寻检 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 倒 倒掉积水 不必要的器物予以丢弃 清 减少容器 使用的器具也都应该彻底清洁 刷 去除虫卵 收拾或倒置物在积水养纹 除了民众应该力行 居家容器保持干燥的习惯 在清洁队执行喷药期间 建议市民应该先做好 室内外清洁的工作 才能让化学喷药防止最大的效果 并且关闭门窗 做好防务措施 现在有一个问题 民众就讲说 以前用那个直接用那个药剂直接喷下去的 不是用烟雾的 他们讲说那个比较好 那比较有效啊 过去的是用那个水状的 那它喷下去之后 它就是在水里的 现在这热雾剂是喷下去 它是烟雾性的 所以它会弥漫在那个整个水沟里面 只要它那些生物或蟑螂 它们附着到药物的话 它们就会黏着在皮肤 它们有吸到的话 它们就进到体内慢慢的燃烧 所以它们都会冲出那个水沟盖 当然会燃烧哦 它们体内自己会 对 所以它们会冲出水沟 冲出水沟之后慢慢就翻渡人 对对对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病霉纹 没有病霉纹就没有灯格热 呼吁民众应该先以清除滋生源为主 再以喷洒药物消毒为辅 因为常以大规模的喷药 容易造成病霉纹产生抗药性 后续即使实施再多的喷药 恐怕也难以控制登革热的疫情 就尽量的那个溶水器 就把它倒盖起来 那那个土的地方就不会有水 就比较不会生长 所以有效防止登革热 还是得从居家落实防蚊开始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导 加油 往后